我們的蔡英文總統指示 要國防部要比照 國軍官兵的這個模式 規劃入伍逸南要進行疫苗接種 大千 入伍的新兵菜鳥 都要來打疫苗 當然裡面不會寫高端 他不會寫高端疫苗 但是然後會不會最後就是高端 因為沒有其他疫苗不打 很多人講說沒有其他 很多人很天真說 那我可以拒絕 我就不打 聽到高端我就不打 不打 請問一下 在軍中你活得下去嗎 我最想講 只要是當過兵的 只要曾經服過兵役的 都很清楚 軍中是什麼樣的一個氛圍跟環境 我先講當一開始 如果就做這樣的宣誓的時候 其實所有入伍的新兵 那你就要面臨抉擇了 我究竟是打還是不打 我不打 我能不能夠入伍 我如果不能夠入伍服役 我接下來的人生的生涯安排 是不是也要全部往後延後 這對很多年輕世代來講說 這是一個天人交戰的決定 很多人可能明年就要出國了 他排好了這個時候要入伍 然後服完兵役之後 他接著就要去出國深造了 但是如果我現在沒有辦法入伍了 我要等下一梯了 我可能要等下下梯了 我要等到我自己希望能打的疫苗 施打完之後我才能入伍 那要等到猴年馬月 誰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第一 在這第一關就有很多 我相信要即將入伍的 這個新兵的年輕朋友 他最後就算 想一想 算了 我為了不要拖延 我整個人生的生涯規劃 我就乾脆打了就算了 打了我才能夠入伍 我入伍趕快把兵一服完 我才能夠出國深造 我不要再拖了 這是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來了 當這個要入伍的新兵 可能聽到了 這個長官做了這樣的一個宣誓之後 大家就會有同儕的壓力 跟長官的壓力 他就會擔心說如果我沒有打 我會被標出來了 我接下來在軍中的日子 可能很難過 長官可能會整我 而且長官也許因為 他也有業績的壓力 所以長官會不會在 接下來的日子裡頭 並沒有辦法好好的讓這些 沒有施打的這些入伍新兵 能夠過平等的對待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壓力 所以在這種壓力之下 大家就想說 我不想被特殊化 我不想被標籤化 算了 大家都打了 我就去打好了 反正打了理論上聽起來 不管有沒有保護力 至少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至少只要沒有被 有生命的安全 危險 那我都乾脆去打了 第三種狀況是什麼 第三種狀況就是 如果軍中的長官再狠一點 他在宣布說 打了之後放兩天疫苗價 這是很正常 這按照所有的 所有的各機關航號都是如此 你只要打疫苗 就可以請兩天疫苗價 你現在沒有別的疫苗 所以如果入伍了 願意打兩天打這個疫苗的 那麼當然合理放你兩天這個疫苗價 那這對這些入伍的這些新兵來講 能夠放兩天價 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當然極有可能在這種鼓勵之下 他就乾脆把手臂捲起來說 好 那就打這一針 就為了換這兩天價也值得 所以我覺得 只要入伍過的這些朋友 大家都很清楚 在軍中跟在社會上 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這也是我們當時 一直在高度擔憂的 我們高度擔憂的就是當這個高端疫苗 現在還是60萬劑 接下來80萬劑 不要忘了我們政府買了500萬劑 我們還有420萬劑還沒有打 所以這些疫苗最後能夠被誰打 就能夠熱情踴躍支持高端的人 大概就在這80萬人差不多了 那你說再要打下去 如果真的消不出去 國際的友邦也不要我們的疫苗 那你這400多萬劑疫苗 怎麼能放在倉庫裡有等得過期 所以最倒楣的或者是即將可能變成 新一波白老鼠的 當然就是未來一踢又一踢 即將要入伍的新兵 大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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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울 St vid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